第七章 三个绝妙的答案 结束前 让我再讲一次托尔斯泰写的一个小故事 那个关于皇帝三个问题的故事 托尔斯泰不知道这位皇帝的名字 一天 有个皇帝想到 只要他知道三个答案 形势就不会再有差错 做每件事的最佳时机是什么时候 与你共事最重要的人是谁 无论何时 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皇帝下令全国上下遍帖告示 如果有人能回答以上问题 将获重赏 不少人看到告示便赶往皇宫 每个人的答案都各不相同 有人对第一个问题的建议是 皇帝制定一个详尽时间表 将每年 每月 每天 每小时该做的事情 通通规划好 然后依表行事 只有这样 皇帝才能在对的时间 做对的事 另有人认为 不可能事先计划好所有的事 皇帝应该把所谓无谓的玩乐放在一边 保持对每一件事情的关注 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还有人坚持说 皇帝只靠自己 不可能有足够必要的先见和能力 决定什么时候做什么事 皇帝真正需要做的 是设立一个智囊团 依照智囊团的忠告行事 有人则说 有些事必须立即决定 没有时间等大家商量 但是皇帝如果想预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应该询问术士和预言师 众人对第二个答案 没有共识 有人说皇帝应该完全信任臣子 有人认为应该信赖神父和法师 还有人向皇帝推荐医生 也有人对武士充满信心 第三个问题的答案也是众说纷纭 有些人说 科学是最重要的事业 其他人则坚持说是宗教 还有人主张 最重要的是军事技术 皇帝对所有答案都不满意 一分赏赐都没有给 沉思好几个晚上后 皇帝决定去拜访一位住在山上的隐士 据说他是一名智者 皇帝希望能找到那位隐士 问他那三个问题 虽然他知道隐士从不下山 而且出了名的只见穷人 不愿以权贵有任何来往 于是皇帝装扮成普通农夫 命令他的随从在山下等候 他独自上山寻找隐士 到达圣人的住所后 皇帝发现他正在小屋前的菜园翻土 隐士看到陌生人 点头置疑 然后继续翻土 体力劳动对他来说显然很吃力 他年岁很大 每次把铲子戳进地里 翻起土来 都会喘得厉害 皇帝走近他 说道 我来这儿是想请教您三个问题 做每件事情的最佳时机为何 与你共事最重要的人是谁 不论何时都要做最重要的事 是什么 隐士仔细地听着 但是只是拍拍皇帝的肩膀 便接着翻土 皇帝说 您一定是累了 来吧 让我帮帮您 隐士谢过他 把铲子递给皇帝 然后坐在地上休息 翻过两行土之后 皇帝停下来 向隐士重复他的三个问题 隐士仍然没有回答 但是这次 站起来指着铲子说 你休息一下吧 我可以接着翻 可是皇帝没有停下来 一个小时过去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 最后 太阳开始下山了 皇帝也终于放下铲子 对隐士说 我来这儿是要问您 看看能不能回答 我的那三个问题 如果您不能做出回答 请明白告诉我 我也好 踏上回家的路 隐士抬起头 问皇帝 你有没有听到 那边有人在跑 皇帝转过头 他们看到 一个留着白色长胡须的男人 从树林里出来 手按着肚子上 流血的伤口狂奔 那个男人还没有跑到皇帝面前 便神志不清地跌倒了 躺在地上痛苦的身影 皇帝和隐士掀开男人的衣服 看到一个被砍得很深的伤口 皇帝很仔细地清洗男子的伤口 然后用自己的衣服爆炸 可是不到几分钟 血就浸透了衣服 皇帝把衣服洗干净 再次爆炸好 而且这样反复了好几次 直到血不再往外冒 这名受伤的男子 终于恢复了意识 向他们要水喝 皇帝跑到下面的河边 带回一壶干净的水 那时 太阳已经完全下山 夜晚的空气开始变冷 隐士帮皇帝把人抬进小屋 放到他的床上 那个男人闭上眼睛 安静地躺着 经过爬山 翻土的漫长一天后 皇帝泪坏了 倚着门就睡着了 当他醒来 太阳已经爬上山头 他一时忘了自己身在何处 为何来到这里 他往床那边看去 看到那个受伤的男子 也正慌乱地看着他 当那个人与皇帝四目交接 他定下神来看着皇帝 轻声低语地说道 请原谅我 你做了什么 要我原谅你 皇帝问 您不认识我 陛下 但是我认识你 我是你的死敌 我历史要复仇 因为在上次那场战役中 你杀了我的兄弟 抢走我的财产 当我知道 你独自上山找遗事 我决定 在你回城的路上 突袭你 把你杀死 但我等了很久 也没有看到你出现 于是 离开埋伏地方 想找到你 可是我没有找到你 反而先撞见你的侍从 他们认出我 砍了我一刀 幸运的是 我逃脱了 一路跑到这儿来 如果没遇见你 我现在必死无疑 我本想杀你 你却反过来救了我一命 我真是说不出的羞愧和感激 如果我活下来 我发誓 余生都做您的仆人 我也会嘱咐子子孙孙 同样侍奉你 请宽恕我吧 看到自己的宿敌 这么轻易就和解了 皇帝欣喜若狂 他不但原谅这名男子 还许诺归还他所有财产 派御医和仆人服侍他 直到完全康复 命令侍从护送男子回家后 皇帝回去见尹氏 他想在回宫前 最后问一次尹氏 他发现 尹氏正在昨天翻过土的地方 播种子 尹氏站起来看着皇帝 你的问题 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 怎么说 皇帝困惑 昨天 如果你没有同情我年老 帮我翻土的话 你会在回去的路上 被那个人攻击 然后你会深深懊悔 怎么没有留下来 和我在一起 所以最重要的时刻 就是你翻土的时候 最重要的人就是我 最重要的事 就是帮我翻土 后来 当那个受伤的男人 跑来这时 最重要的时刻 就是你照料她伤口的时候 因为 要是你不照料她 她就会死去 你也会失去 与她和解的机会 同样的 她是当时最重要的人 最重要的事 就是照料她的伤口 记住 最重要的时刻 永远只有一个 那就是现在 现在 是我们唯一能主导的时间 最重要的人 永远就是那个 当下和你在一起 在你面前的人 因为谁也不知道 将来 你是否还会与她共处 最重要的事 就是让你身旁的人快乐 因为 这就是人生 所追求的 托尔斯泰的这座故事 很像佛经理的故事 不遜色于任何经文 我们谈论 为社会服务 为人民服务 为人类服务 为远方的人服务 为世界和平尽力 但是我们常常忘记 我们首先 要为身边的人而活 如果你不能为你的妻子 或丈夫 孩子 父母服务 你将如何服务社会 如果你无法让自己的孩子快乐 你怎么能期望自己 可以让别人快乐 如果我们 在和平运动 或任何服务团体中的朋友 不能互爱互助 我们能爱护谁 帮助谁 我们是为了服务人类 还是只是为了组织的名誉 而工作呢 为谁服务 为和平服务 为任何需要的人服务 服务的范围 无所不报 让我们先看看小范围 我们的家庭 同学 朋友 社区 我们必须为他们而活 因为 如果我们不为他们而活 我们为谁而活呢 托尔斯泰是为圣者 我们佛教徒称之为菩萨 可是 皇帝自己能够看到生命的意义和方向吗 我们要如何地活在当下 如何以周遭的人活在一起 帮助他们减轻痛苦 让他们活得更快乐 该怎么做 答案是 我们必须修持正念 托尔斯泰揭示的道理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若想付诸实践 我们必须借助正念 以求正道 为了方便朋友们休息 我写了这些篇章 很多人都写过这些道理 但没有亲身实践 我只是写下 自己所经历与体验的事 我希望你和你的朋友 在回归自信的求道之路上 会觉得 这本书有点用 有点免费